第二十二条 大家有提到 评农领馆处委托评农科技大学 到来一乡各部落举办部落狩猎自治管理 以及行政契约巡回说明会 特别邀请法律专家张惠东 以嘉义县周竹猎人协会的行政契约为例 提供来一乡传统狩猎文化协会参考 你要让我们狩猎自治管理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然我干嘛签这个约 我签这个约就是要我要自主管理 第二个 它说我们的协会会发猎人证 发了猎人证 你政府就要承认我们猎人证的效力 现在要推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些法 为这些我们原来内部的规定 变成一个是政府他认可的一个法条 说明会现场来了不少猎人 针对行政契约 他们提出传统狩猎的看法和经验 也希望能使用自治枪枝 并且回到戒严实习前的管理规范 我们这枪枝 来说都是自治的枪枝啊 都是纯典式的 就是日本时代的那个下来的枪 而且还有枪造 每年还要检查一次 有没有 这个枪枝也没有问题 三年前哦 我从山上回来哦 都要等到天黑我才敢下山啊 因为猎物的关系啊 所以 现在呢 这两年我可以很大方背着我的猎物 走下山 分享给我的部落族人 来一厢传统狩猎文化协会成立后 部落猎人终于回到自己的山林和惯惜 对未来与县府签订的行政契约 更抱有期待 希望自治的目标可以早日实现 袁锡文巴浪评论来意 想不到